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川普赢得了Iowa的初选 这个是2024年初选的第一站 第一次人民用选票来证明 我们看到的民调到底是不是真的 川普不只是赢一点点 川普的票数过半 川普在初选的时候的第一站 是大赢的 超过了50%的得票率 那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 就算其他的候选人全部集中选票 只退出一个人 跟川普订狗鸡的话 川普还是会赢得这次的初选 赢得这次的初选之后 川普至少在他获胜演讲上面 表现得非常有风度 跟他在X或者是推特上面 完全不一样 他没有骂人 损人 或者是攻击谁 或者是把别 其他人讲的都是 no need no call 反而是很有风度的 恭喜其他的竞争者 I want to congratulate Ron and Nikki for having a good time together We're all having a good time together and I think they both actually did very well I really do I think they both did very well We don't even know what the outcome of second place is and I see Cary Lake Congratulations Cary I spotted her I have to announce because she's terrific 很多人会说川普这个样做很假 明明就是在损人 但是讲的还是头头是道 但是其实这一点都不虚假 川普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这个样子的人 你跟他是竞争对手的时候 他很强悍 他很无情 他把你说的真的是 让你怀疑人生 但是当他赢得了选举之后 当他赢了之后 他就会把这个宽容 宽恕的一面展现出来 2016年的时候 他跟Ted Cruz的选战 就是这个样子 对啦 我的确是在说他是 Lion Ted 但是我其实要说的是 他是Lion Ted OK Lion of Judah OK 犹大的狮子 Ted 在参议院里面 Ted Cruz好棒喔 对我来说的确是 甘乃迪的死 跟他爸有关系 但是这是在初选的时候 现在我们要向前看 我们要建设美国 现在我赢了 这个之前的对手 现在就是我们的战友了 OK Ted Cruz 对我们来说是合作的对象 我们一起手牵手 心联心 好好的相处 来建造社会才是真的 别太吵了 OK 就连他在对希拉蕊的时候 也是一样 2016年的时候 他把希拉蕊说的 真的是臭头 把他说的跟什么一样 所以把他关起来 但是赢了之后 他不但没有起诉希拉蕊 还一直说 希拉蕊打了一场 很棒的一个选战 是一个很好的对手 这个就是一直以来 川普的战术 他也提到了 Vivik Ramoswami Vivik Ramoswami 在输掉初选之后 就宣布 他从党内初选退出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了些什么 As of this moment We are going to Suspend t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is is going to have to be There is no path For me to be the next president Absent things that we don't want To see happen in this country And I'm also making the decision That this Has to be An America first candidate In that white house As I've said since the beginning There are two America first candidates In this race And earlier tonight I called Donald Trump To tell him That I Congratulate him on his victory And now going forward He will have my full endorsement For the presidency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for this country Vivik退出了选举 然后帮川普背书 说支持者以后都要一起把 美国优先 American first America first的候选人 摆在第一个 这个人就是川普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认为说 这些人应该要有的方向 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选择 我们的新闻频道很少报道 Vivik Ramaswami 首先是因为他不是一位基督徒 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就没有所谓的真理上面的正确 跟错误的差别 一切就只是我认为跟你认为而已 但是我觉得Vivik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很聪明 而且他的方向非常的棒 而且他一年前是一个 默默无名的一个人 但是一年之后 他打败了前副总统Mike Pence 打败了建制派的Chris Christie Vivik打的选战 是我们原本希望 Ron DeSantis打的选战 一个有勇气 刚强 没有畏惧的选战 最后会输给川普 但是为了2028年 或者是之后美国的延续 还有Mega 还有America First的精神 结果Ron DeSantis 不知道自己吃错了什么药 可能为了选举基金 可能为了建制派的选票 推了一堆手榴弹 然后自杀的概念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次是Vivik Ramaswami 第一次参选在政治里面 然后马上就选总统 一个默默无名的生意人 打进了共和党党内初选的前四强 而且在初选还有7.7%的支持率 这对他来讲已经算是一个胜利了 一年的时间他鼓舞了这么多的人 传达了他的American First America First的价值观 他没有所谓的原本的选区 原本的支持 他就是一个政治素人 还被共和党的党主席攻击 说共和党一毛钱都不会给他 他直接跟共和党嗆声 说共和党必须要放弃建制派的方向 然后真的兴起了一波 川普之后的草根运动 所以他真的未来的政治路线 是非常有希望的 那各位是怎么觉得呢 四年之后 2028年川普任期结束了之后 你会选择支持谁呢 Ron DeSantis 还是Vivik Ramaswami 有谁可以延续川普的 这个MAGA的信念呢 有谁可以延续 America First呢 如果你的选择是Vivik的话 那请帮他祷告 请耶稣真的亲自来感动他 让他不要再信些什么 印度教什么 彼尸奴师婆那些东西了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Ron DeSantis跟Nikki Haley会怎样 Ron DeSantis得到了第二名 只赢了Nikki Haley 2% 2% 你可以说这两个人是并驾齐居的 但是Ron DeSantis还是显胜了 拿到了第二名 那照道理来说 他还是党内初选最有可能的候选人 因为这个Iowa的党内初选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这一次的民调很准确 得票数基本上跟民调出来的数字 基本上一模一样 那如果民调的数字这么准的话 就表示Ron DeSantis这次的党内初选 就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他不可能赢 他如果还继续的话 就只是在浪费钱而已 我们在网路上吵了好久 讨论川普好的地方 DeSantis好的地方 网路上吵成一团 是谁谁谁是叛徒 谁谁谁是建制派 互相攻击 彼此抹黑 然后现在首次真的投票结果出来了 只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政治的确是会有突发事件的 的确是会有一些事件发生之后 然后整个选举转方向 台湾的政治最可以证明这一点 什么共军飞机扰台 陈水扁的两颗子弹 陈水扁的贪污案 马英九说了什么什么什么 服帽协议 太阳花 同婚 一下一整个名义跟支持率就会转向 但是如果美国的选举 目前的方向没有改变的话 很快 初选就会结束 可能几天内就会有 党内初选的结果出来了 对我来说 党内初选早就结束了 Iowa的选战结果 选举结果 只证明了这一点而已 唯一遗憾的就是 我们这次没有看到川普辩论 如果他有参加辩论会的话 选战会变得好看 很多 目前的情况是 Vivek Ramaswamy退选了 现在留在选票上面的只剩下 川普 Dissantis跟 Nikki Haley Nikki Haley还是有理由继续选下去 虽然我们看到川普的支持率 基本上 Nikki Haley根本就没有机会跟川普 跟得上川普 在所有初选的民调上面 川普都独占凹头的概念 接下来的初选还包括 New Hampshire South Carolina Nevada 还有Michigan 川普的支持率都是 高出两位数以上的 例如像说New Hampshire 川普只领先了 大概12到13% 然后Nikki Haley是第二名 Nikki Haley如果他的支持率很高的话 下一站就是他自己的州 South Carolina 他在那个地方做过州长 所以对于Nikki Haley来讲 他是有理由继续选下去的 虽然根据民调 川普的支持率是高出非常非常多 那Dissantis的处境就很糟糕了 目前根据民调 他在New Hampshire的支持率排名第4 支持率比Vivik Ramaswamy还要低 好像只有6.5%还是6.6% Nikki Haley的支持率是20%以上 如果Dissantis输了 会很难看 因为接下来就是South Carolina 他的支持率也不怎么样 内华达州 密西根州 所有的这些摇摆州 Dissantis的支持率 都没有之前的好 然后如果他这一次 没有得到共和党提名的话 那他最好就是趁早赶快退选 而且要在他的佛州的初选之前退选 因为佛州是他自己的州 他管理的非常好的佛州 他目前是州长的州 川普的支持率是高出40%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Dissantis 现在还持续他的初选的这个方向 还有方正的话 很有可能得到的会是一个极度羞辱的败账 如果他想要他拯救他的政治生涯的话 如果在2028年他有任何的野心 现在他越早退出选举 越早跟Vivik一样宣布为川普背书越好 Nikki Haley可以继续玩政治游戏 他代表的是建制派 他想要跟这个扩大战争的共和党 我其实最不想看到的就是 共和党的建制派在共和党党内继续掌权 然后川普建立的America First 跟MAGA的凝聚力从此消失 这样子四年后川普下台之后 我们就没有人选可以代表我们了 所以我们有非常巨大的 还有艰难的任务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要改变的不只是美国的政治 还有选举风气而已 而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如果我们要延续America First 跟MAGA的凝聚力的话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能放弃 不能气馁 而且要凝聚起来建造我们的社群 建造门徒 如果四年后川普下台了 我们还是没有赢得这个文化战争 我们还是没有方向的话 教会还是一样软弱的话 那么到了2028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川普这个选项的时候 可能在选票上的候选人 就是Gavin Newsom跟Nicky Haley 到那个时候的选举 就真的是完全不重要的了 就变成不同意的请举手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选举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我们下路まで Gal leadership 言 我们下路上 读局 由 一个 关注 记本 вокруг 缓